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个学习下来的话 李老师在课堂上的评分方式有点改变 应该说我越来越鼓励同学以口说的方式去缴交其末的成绩 也就是说并不是像以前一样的话 所有题目都是在那边搞那个试选音的选择题 或填空题 备备单字 那些学习方式当然是很好用的 但是其实说起来 自从我们有了进阶英文表达这门课以后的话 其实我常常看到听到一些同学口说的内容 尤其是录影的表现的话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感觉还蛮正向的 其实我也不是非常坚持同学一定要 所谓的背稿或哪种方式 我觉得是重点是在于说现在是个网络时代 然后呢可能我们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 在网络上跟别人甚至是透过声音或视讯这样子互动 哪怕你是在虾皮上面卖东西也好 哪怕你是跟同事开会也好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说让同学能够勇敢的面对镜头 讲一些简单的话 我觉得这样感觉是相当的不错 我觉得以后可能也会朝着这方面去加强 虽然可能有些同学的英文不太好 或是尤其是文法啦单字啦发音上面 可能不是做到非常精确 可是李老师在意的点在于第一件事情 你很努力的去准备这件事情 这基本上的态度问题 另外一个当然更主要的就是说 同学碰到这样的场合的时候能够勇敢的开口 而脑袋中不要想着说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 光是能够跨出这一步出来我就觉得很了表安慰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反正各位同学还年轻 那以后还有慢慢学习机会 哪怕出大学校以后的话 其实网路上的学习资源也非常多 只要把态度调整好了 我相信轨道都会正确的 好吧 那我们今天还是跟之前一样要介绍 5个好乐多一闭考单字 今天的节目是第26集 天气稍微有点 没有清几天那么热的 因为开始逐渐要有点下雨 那希望雨不要下太大 一切平安就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把这5个单字 先逆试给各位听啰 第一个单字 Hectic Hectic 第二个字 Chaos Chaos 第三个字 Facel Facel 第四个字 Refurbish Refurbish 第五个字 Technical Technical 好 依照往例我们在开始介绍 第一个单字之前 还是先来感谢一下本节目的功德主啰 非常感谢我的好友 ETJSON为大家整理这900个多亿闭考单字 完整的单字表一共有10个类别 ETJSON的个人网站请搜寻 郭义老师或郭义英文器官科学院 相关网址请参考影片说明 所有的例句取材自 Yahoo 线上字典 与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Online 同学只要在字典网站中搜寻我们列出的单字 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例句以及其他的相关讯息 第一个单字叫做Hectic 不瞒各位说就是刚刚在带着大家一起在念这个单字列表的时候的话 心里面不妨小小的庆祝一下 因为觉得今天的单字看起来比较短啊 有一个字还是以前学法文的时代所留下来的东西 觉得非常有亲切感 好吧不管怎么样回答正题 第一个字叫做Hectic 那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紧张忙碌的 什么意思呢 就很像我在那个每次期末考要结束后 要送交成绩的最后一天的时候的话会很多事情 又要赶快把东西给交出去又担心自己犯错 那时候的感受就是紧张忙碌了 就是非常Hectic 好吧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Yahoo给的例句 那这里面Yahoo我找了两个句子啊 那第一个句子讲说 I had a Hectic day in the office 所以我在办公室度过了忙碌的一天 有些时候我们中心举办一些活动啦 比赛啦测验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会度过这么一天 像每个学习在考NTGET的时候都是这样搞的 OK这个鸡飞狗跳一下 接下来把事情给脱手了 完工了然后一切回于平静 但是那个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的Hectic 就是非常的紧张忙碌的 那我们看第二个句子说 They may Hectic attempt to contact her 好在这个地方 Attempt的话就是你想方设法 努力去尝试做一件事情 成功了没不晓得 那至少这是一个过程 Contact的话就是联络 那They may Hectic attempt 的话就是他们拼命设法 就做哪件事情呢 就contact her 所以可见他是一个他们急需要联络的人啊 就是一定要努力将联络到他这个人 一定要找到没有联络的话就完蛋了 叫做They may Hectic attempt to contact her 那接下来的话 并没有更多的例句 就是Yahoo给我们一个片语 叫做A Hectic Schedule 表示说你的行程表的话 排得非常满 像我今年的7月 应该说8月也是啦 我7、8月今年暑假的工作 就真的是Hectic Schedule 就是工作排得非常的满檔 那就算是没有排行程的时候的话 也是在准备下 下季度的工作 所以今年对我演的话 暑假非常的不暑假 哈哈哈 所以开学才是休息吗 I don't know 好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Loneman的例句哦 Loneman给了两个句子 那第一个句子啊 讲说 He'd just returned from a Hectic 10-day trip to New York 他才刚回来 He had just 然后啊 He'd就是 缩写嘛 对不对 He'd just returned from 从什么东西回来呢 A Hectic 10-day trip 10-day的话 连在一起 当成一个形容词 就是10天的 然后呢 一个忙乱的 紧张忙碌的 10天的行程 to New York 所以也就是说 他过去跑了纽约一趟 而且这10天过程当中是非常紧张忙碌的 OK 看起来是蛮辛苦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单字的最后例句咯 It was really Hectic at work today 这跟刚刚在 Yahoo给的第一个例句 其实概念是相同的 就是说 今天啦 工作好忙啊 Hectic at work 那很可能大家以后 在毕业以后的话 就开始体验这种感觉 我常跟同学讲说 等到开始工作上班以后的话 你就觉得 在学校期间的期末考不忙啦 因为到时候 也许你以后公司上班 你们公司如果是 音乐的很好的话 也许你每天都跟期末一样忙 相信我 OK 好吧 我们继续往第二个单字前进咯 第二个单字相当的熟悉啊 叫做Caos 这个字不是念Charles 想起当年在上余光中老师的 英美试卷的时候的话 那余老师就提出这个笑话 他说有人一家姓赵的话 然后他们全家人的话叫做 The Jaws 结果拼出来的话就变 Caos Caos这个字是 混乱的意思 你去看一下 Caos这个字的话是发C的声音 不是发Ch 注意一下 这个字是混乱跟分乱 那讲到Caos这个字的话 不得不提到他的形容词 叫做Caotic C-H-A-O-T-I-C 它是个形容词 就是混乱 乱成一团的 我给大家 直接顺便记一下这个单字 这样就可以了 好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Yahoo!给的例句 这里面我挑了两个句子 我也带了一点点片语 先看一下句子好了 第一个句子说 There was chaos in the town After the hurricane had struck Hurricane的话就是 额 预风 或者说台风 在我们东亚地区都喜欢讲台风 但是他们在 额 那个西半球那个地方 他们喜欢讲Hurricane 那 There was chaos in the town 在这个城镇里面的话 根本是满目疮痍啊 城里面一片混乱 然后呢 什么时间点呢 After the hurricane had struck 它用过去完成式 在这个预风来袭以后的话 城里面一片混乱 整个叫做 There was chaos in the town After the hurricane had struck 第二个句子呢 它说 Without rules People would live in a state of chaos Rules的话 这就是规则嘛 对不对 人类的生活 如果没有规则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People would live in a state of chaos State的话就是状态 Chaos的话就是混乱 如果没有规则 就人们的生活 会处在混乱状态 有人讲句话叫做 不以规矩 不能成方圆 只是说这句话的话 它是使用过去 是 可见它是某种的假设法 第二类假设语气表示 与现在是相反 因为现实生活当中 人类的生活 事实上是有些游戏规则的 它意思是说 如果万一把我们生活 这些常规可拿掉的话 你平时都觉得说 这管动管系的好 啰嗦对不对 可是如果把那些常规 拿掉的话 我们生活会是一片混乱 好 接下来在跳到Longman之前呢 提起两个片语 那第一个片语 叫做 To cause chaos cause这个字的话 除了当原因以外 它也可以当动词 表示引起的意思 所以某件事情引起的混乱 所谓的扰断的一池春水 这种感觉叫做 To cause chaos 引起的混乱 这是第一个片语 以及第二个片语的话 刚刚在例句里面有讲到 就是所谓的 In a state of chaos 就是处于混乱状态 有人讲说 无政府状态 混乱状态 家里没大人的 这叫做 In a state of chaos 好 我们继续进行到Longman的部分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句 The country was plunged into economic chaos 那这个国家 好比说是斯里良卡 对不对 Plunge这个字的话就是跳水的意思 它用被动是 Was plunged into 好 就是陷入了什么东西呢 Economic chaos 就是经济的混乱 现在很多看法中国家 在各国因为通膨啦 粮食上涨啦 利率上涨以后的话 他们陷入经济混乱当中 Was plunged into economic chaos 这个片语刚好出现 他这是古时候就有了例句 结果居然 在这个新闻背景当中 看起来是非常的应景 希望这赶快结束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例句说 Passengers spoke of complete chaos as the fire spread through the ship Passengers的话 当然只是乘客啦 后面有讲到ship 当然就是船上的乘客 乘客这时候提起什么 讲到什么东西呢 spoke of complete chaos 讲到那时候的一片混乱 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呢 as the fire就是大火 spread就是散播 看起来是个过去式 ok 因为前面是spoke嘛 对不对 后面是spread 这个是 现在是跟过去式同行的 ok the fire spread through the ship 等说大火的话 在开始烧遍了整艘船的时候 整个船上陷入一片火海的时候的话 完全是一片混乱 所以这观众在描述这件事情 叫做 Passengers spoke of complete chaos as the fire spread through the ship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单字的最后个例句 我好像很喜欢讲这句话 你知道吗 讲到这句话的话 表示一个工作要完成了 ok 好 最后个例句说 I arrived home unexpectedly and found the house in chaos 以前我爸妈妈有时候回家的时候的话 家里面只有我跟我哥 有时候我们玩风以后的话 他们回家大概是这种感觉 就是说 I arrived home 就是我回到家里面 unexpectedly 也许是我本来跟他说 我八点要回来 结果六点就先回来了 结果 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 我就先回来 看到门一打开 傻眼的 什么情形呢 Found the house in chaos 然后发现整个房子 天哪 是一团乱 混乱状态 OK 那所谓的家里没大人 那整个就是 就是那个样子 这样的画面 以后你们成为别人的大人以后 大家就知道这种画面 OK 好吧 那这个单字的例句比较多 我们即将往下一个单字前进 去咯 第三个单字叫做 Facel 个人承认 我对这个单字 心里面有点障碍 无非是因为以前 在90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念大学 然后曾经 学过一点点点点点的法文 然后课本里面 有一个年轻人 被交办 一份工作 饭店里面的工作 后来的话 他觉得接到工作的时候 觉得这份工作很简单 他就一直跟人家讲 Safacita Safacita 意思是 It's easy 就是很简单的意思 结果后来他搞了灰头土脸的 不过 你看 学生时代的记忆可以留到现在 也不过就是一段教学影片 所以我常跟同学讲说 要注意一下 你年少时期 脑子里面所装的东西 因为你会一直记得到 你中晚年的时候的话 都一直记得 那好几十年前的东西 那时候 我学的那段法文的话 是1994年 现在都已经 2022了 好吧 那这个字Facel 其实意思是 就是轻而易举的 看来就是觉得说 好像没什么了不起 泰然自若的样子 那我们看一下 Yahoo 这里面只有一个例句啊 这里讲说 Her Facel handling of this matter deserve praise 好 在这里Facel的话 可能就是一副泰然自若 一副轻松邪义的样子 handling的话就是 处理of this matter 这件事情 他对这件事情的话 灵活的处理 或者是说 处理得当的话 Deserve Deserve 是该得到 Praise的话就是夸奖 换言之 大致上的含义 就是说他对这件事情 的灵活处理的话 值得赞赏 因为处理得轻而易举的 好 我们继续看一下 Longman给的例句啊 第一个句是说 Know for making facile judgment on current issues 那current issue的话 可能是对一些时事啦 时事 现在所发生的新闻事件啊 然后judgment的话就是判断 Senator指的就是 美国的参议员 而这位参议员 怎麼了呢 he is known for 他因为某件事情很出名 怎麼了呢 Making facile judgment 在这里Facel 我刚刚说Facel的话就是 一个东西看起来轻而易举 简单的样子 这其实有不同的评价你知道吗 你处理得很好 你料理得很好 看起来就轻松解决 可是也许有些时候你是 一副看起来很简单的样子 但是不代表 这对你而言真正很简单 很可能你是很草率的去做一件事情 也可以叫做Facel 所以你看以这句话的上下文而言的话 The Senator is known for making facile judgment on current issue 很可能的话就是说 这个人是那种大炮的嘴巴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很喜欢嘴动嘴吸的 这位参议员喜欢对新闻时事 做一些非常草率的判断 也许可能听起来这句话 不是非常的正向 就是反正喜欢开口 然后就评论人家的事情 我个人的解读是这样子啦 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例句说 It is facile to attribute all childhood problems to poor parenting or social circumstances It is facile to做某件事情 是你这样子是很容易的 但是这句话的话 我刚刚说也是有两面评价 第一个可以说真的很容易可以这样子 第二个是说很可能我们随随便便就这样子 to attribute something to something 把某样东西归因给什么东西呢 这里面写说 childhood problem 所谓的童年的问题 所以很容易就把童年的问题 归因给什么东西呢 poor parenting parent的话我们学过就是爸妈嘛 对不对 那parenting的话也可以指的是照料小孩子 也就是说 poor parenting 你是把一些童年的问题 归咎给不当的管教啦 或者是social circumstances 也就是说所谓的社会环境 那整句话就是说 很可能我们讲话都很大耳化之的 一些童年时期的问题 反正就推给爸妈 或推给社会环境 有些东西就没有仔细去探究它 所以我相信在这里的话 facial或多或少还指的是那种 吵出来的概念你知道吗 就是说就随便找个理由 就把它给推过出来 好那就这样结案了 像这种态度就是facial 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个例句 这里面说 a fifth mistaken approach is the facile assertion that opponents are being inconsistent a fifth mistaken approach 那mistaken就是错误的嘛 对不对 approach的话可以是方法 做事情的途径 做事情的方针 措施等 前面已经讲了他四个错误了 现在在提出他第五个错误 这个有上下文 好总言之他做的第五个错误呢 是怎么样呢 is the facile assertion assertion assertion的话就是一种主张 一种判定 一种认定 而且是强力的主张 怎么样呢 that opponents opponents的话就是他们对手 are being inconsistent inconsistent的话是怎样呢 就是做事情已经在不一致了 有些时候好比说 你昨天做这样 后天做这样 明天做这样 或者是说有些表现起起伏伏 那就是inconsistent 那如果说在整个句的话就是说 认为他们的opponent are being inconsistent 他认为说 这样子就认定 你的对手其实已经在不稳的 或者是已经在不一致的 那结果这是他所犯的第五个错误 至于是什么状况的话 也许这是运动赛事 或者是政治判断是什么东西 这么不清楚 那总而言之大致上就是说 这个人前面犯了好几个错误 而他现在所犯的第五个错误 就是很吵说了就认定 对手已经在不稳了 OK 好 那我们就继续进行到下一个单字咯 第四个单字叫做refurbish refurbish的话就是指的是整修啦 或是某个东西 本来表面已经不光亮了 你再把它磨光啦 把它刷新啦 重新装饰啦 总而言之就是曾经美的东西变成不美了 然后现在再把它变回美的样子 这个概念就是refurbish 通常就是房子的整修 所以有些英文课本 讲到饭店啊 会议室啊 要整修 通常会想到这个字 那这里面没有yahoo的例句 我们直接进入到loneman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句子说啊 The Grand Hotel has been completely refurbished 很好懂 那很好懂 Grand Hotel 我们台北的原山大饭店 当然就是loneman的第一句 他们可能指的不是我们原山大饭店啊 那刚好就这么一间饭店名字 has been completely 已经被彻底的怎么样的refurbished 然后彻底整修了 这个句子很好懂 我们看第二个句子 这里面说啊 Roads subways power grids and dams were constructed cities were refurbished 前面讲说 道路 subway 就是 地铁 然后呢 power grid呢 可以指是电网 就是电力供应的 的线路 以及 dams呢 指的是那个 就是水坝 were constructed 这些东西 道路 roads subways damp都被盖起来了 然后呢 cities were refurbished 然后整个都市就换人一新啦 所以可能是某种都市更新计划 周遭的非常多的公共设施 都已经建起来了 然后市容就换人一新啦 好我们看一下 最后个例句 这句子有点长啊 应该说是蛮长的 他讲说 the present structure was built in 1843 and has recently been refurbished with a mosaic inspired by local school school children 什么意思呢 现在的结构体 是什么呢 was built in 1843 所以 也许这个建筑物的话 可能有 陆陆续续增建或是改建 但是现在这个样子的结构 是什么时候建的呢 in 1843 1843年 19世纪中叶的时候 and has recently been refurbished 但是最近呢 又被整修了 房子本身结构体没有改建 但是它被整修了 整修成什么样子呢 with a mosaic mosaic的话 通常发的马赛克 就是当然用一些很小的东西去拼贴了 而不是那种马赛克哈 就是指的是说 你应该看过吧 所以有些地方 不是会有些小瓷砖拼贴成一个大图案吗 那个东西叫mosaic 而他们是inspired by local school children 本身你可以讲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是 那个mosaic的话 他们的设计的话是 灵感是来自于当地的小孩子 你懂的是吗 好比说有小孩子 画出一些一幅很可爱的图画啦 结果呢 那个马赛克拼贴的设计就是 灵感来自于当地小孩子他们的画作 这是一种可能性 那另一种可能性也许是说 这个画作本身的话是怎样呢 本身绘制的就是当地的小孩子 等于说这是一幅图画 那绘制当地小孩子的样貌 看到他们 哎呀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画 好不管怎么样 反正其实要看上下 我看到图片 他才会知道 他到底画些什么东西 好吧 我们即将记录今天最后个单字咯 今天的最后个单字 叫做technical 这个字大家都很熟啊 我们都会讲technology 就是所谓的科技 对不对 像在一些课本上的 阅读测验的话 technical这个字应该是常常出现的梗 好比说 technical support 就是所谓的技术资源 或者是technical error的话 就是技术上面的疏失啊 或错误啦 好吧 既然是这么熟的话 我们就赶快进入到yahoo给的例句 那第一个例句讲说 technical advances improve productivity 哎 这句子很好懂 只有四个字 每个字都很长是吧 technical advances就是所谓的技术进步 会怎么样呢 improve 会改善 productivity 可以指的是生产力 所以这句话 平步直述就是 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 那我们看第二个句子说 the job calls for technical skills 这份工作 call for 指的是需要 呼吁或需要 technical skills 就是专门技术 这个技术 不是随便入文甲 抓个入文甲就可以做的 而是说 这份工作需要 专门的技术 叫做 the job calls for technical skills 好第三个句子有点长哦 他说 he continue to maintain his technical innocence of any indictable offense offense 先从后面讲起 offense 这个字的话 字面上是攻击 那个是英式拼法 offense 那一般的话 可能拼称offense 那如果indictable 的话就是可以被起诉的 indict indict 就是起诉 所以什么是indictable offense呢 就是可以被起诉的罪行 一些刑事责任 然后呢 he continue to maintain his technical innocence 他本身 在这里所谓的technical 技术层面上的 或是 就游戏规则来说的什么东西呢 innocence 是什么无辜 或言之 他本身到现在还是声称 他自己在法律意义上 是本身是无辜的 他我没有犯罪 我没有犯法 你可以喜欢我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但是问题是 我就是没有犯法 他主张这些事情 然后呢 technical innocence of any indictable offense 也就是说 他到现在还是继续声称 他从法律定义上 他本身没有任何可以被他告的地方 这个东西他没有任何犯任何罪 也许是你喜欢我 也许你不喜欢我 总而言之 你告不了我就是了 OK我没有犯任何法 OK 这是目前为止他在法庭上所讲的话啦 我们顺便再补充一个专门名词 叫做 technical sulfuric acid 那technical的话在这里指的是工业用的 不要翻到技术上的 工业用的什么东西呢 sulfuric acid就是硫酸 sulf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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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id就是硫酸 所以整个字叫做工业用的硫酸 所以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 因为 等于是说technical在这里指的 可以指的是工业等级的东西 什么工业酒精啊 工业什么东西啊 也是像这样子 好吧 那我们继续 进行到loan manget的例句咯 第二个例句讲说 Our staff will be available to give you technical support 我们会有员工可以去干嘛呢 be available 这当然就是可供应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有员工可以来做某件事情 干嘛呢 give you technical support 我刚刚举这个例子嘛 就是所谓的 给你一些技术上的资源啊 所以你要给我们借 一台很复杂的投影机 一台仪器的啊 什么摄影机 什么东西的 对不对 没关系你不会操作 我们可以请员工帮你忙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句 这里说 The manual contains all the technical information on the product manual在这里指的是手册 操作手册已经包含了什么东西呢 contains all the technical information 所有的技术资料 跟什么有关系呢 on the product 所以也就是说 这本手册已经给你的所有 跟这个 这个产品有关 所有相关的技术资料啦 好我们继续看第三个例句 他说 He called for the legislation to be delayed on a technical point call for的话可以指的是呼吁 那legislation的话指的就是某个东西的合法化 或者是定为法规嘛 对不对 要去规范某样东西 这件事情他要求怎么样呢 to be delayed 这个东西应该要暂停 或是要被延迟 为什么呢 on a technical point 出自于法规上的理由 或者是说出自于技术上的理由 point的话可以是论点之类的 ok 所以整个句话的话也许是说 出自于 拿出提出某个法规上的缘由 他要求这样的 这样的立法程序需要被暂缓 ok 叫做 He called for the legislation to be delayed on a technical point 好呗 我们即将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例句 这里面说 The market technicals gave negative sell signals on Thursday Market technical的话 当然指的是那些市场研究的研究者 在这technical的话是指人 那些技术人员 或者是说那些专家们 怎么样呢 gave negative sell signals 他如果给你sell signal 叫你应该卖掉 negative是负面的 什么叫做negative sell signal 如果说一个东西 我希望提出一个建议 你应该把它卖掉 表示那个东西即将会叠价的东西 好比说这是一只股票 或是某个期货 告诉你说 提出应该要卖出的一个讯号 叫做 gave negative sell signals on Thursday 星期四 所以整句话的话就是 那些 好比说是那些投资顾问 在星期四的时候提出应该卖出的 这样的讯息 好吧 今天的学习终于告一个段落了 在节目结束之前 我们再把这些单字 重够到我再念一遍 第一个单字 hec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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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字 cha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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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字 fa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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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ical 好 恭喜各位 我们已经完成第26集的任务 那今天外面下的一点雨 所以可能会变得比较凉快一点 也帮大家节省一点点 那暑假期间 请大家把握时间 难得有这么多的空闲 可以好好的学习 当然你也可以好好休息啦 那休息一晚的话 记得学习就是了 有空我们下个礼拜再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